狗仔托拍何润东扮捉庆生43岁举杯先请示老婆 何润东今年风光入围巾中事业得意不过也没忘了家庭生活 苹果前天直击本月13日过生日的他赶在复日拍新戏前空档 穿竹厚重和老婆拍歌陈毅等人在天母某台菜餐厅办捉庆生 夫妻俩年TT欢乐唱生日快乐歌 何润东痛快秒吹吸蜡烛生活各方面看来都相当满意 不用再多许愿 本月13日生日的何润东皮特隔天14日 被苹果直击在天母中山北路7段上的某台菜餐厅敏店庆生 不过43岁生日宴 一开始只有何润东陈毅师兄弟俩欢乐聊天 还有大批男女友人 但记者一眼望去看得出寿星身边刻意留个空位 果然稍后和太太拍歌陈佩希就感到紧挨着老公而坐 夫妻感情糖甘蜜甜 接着众人帮何润东唱起生日快乐歌开心吹蜡烛只见何润东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吹吸蜡烛事业家庭两得意的他似乎不用许太多生日愿望 而何润东与佩希结婚二年 前阵子他自编自导自演的TVBS翻墙的记忆电视剧 还要来老婆参演教官一脚 此刻他跟有人举杯庆祝 要喝之前还赶忙把酒杯递给老婆文 貌似让泰作鉴定酒精浓度OK后才敢饮用 秒化身关学生 试事请示教官和渴后才敢执行 一桌十余人用餐至将近十点方休 和润东似乎有些微醺 脸色略显红润 但还能见不如飞 酒量看来不差 不须老婆搀扶 两人随后跟友人们往一旁向弄深处走去 看来似乎另有续摊形成 结婚二年的夫妻俩不急住生小孩 欢乐继续度过夫妻 两人世界的第二个生日 事后苹果求证经纪人表示 何润东在十月金钟奖典礼前 以及欣喜赴日本取景前的空档 把握时间和太太佩格陈毅 陈恩峰及亲友们吃个饭 相达于佩格陈毅 和润东似乎颇厚重 据说是因为餐厅冷气太冷 是否身体太虚需要多多进补 经纪人笑说应该不用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